石禮謙議員就政府帳目委員會第60A報告書向本會發言 石禮謙議員 Thank you Mr.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本人今日僅代表政府帳目委員會 簡稱委員會提交委員會第60A報告書 這份委員會第60A報告書的補充報告書 再有我們對審計署署長第60A報告第7章 《昌廉教育和爭取公眾支持 宿貪昌廉》的結論和建議 主席 在我匯報委員會提出的見論和建議之前 我僅代表委員會指出 委員會對於廉政公署簡稱廉署和員工 在過去40年內盡心盡力 令香港成為世界著名的廉潔之都表示認同 委員會今天提交的報告書 指處理有關上一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 在在任期間的公務籌作 來講外訪和貴贈的處理情況 以下我將會就此情況作出展述 委員會痛斥廉政公署 在上一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 在任期間在處理公務籌作 來講外訪和貴贈方面的不足之處和違規情況 並基於以下原因譴責當時的廉署 損毀香港作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廉潔地方 和廉署作為防貪先驅的聲譽 第二,損害廉署尤其是廉署核下的社區關係署 在向市民推行窗簾教育和爭取公眾支持 肅貪窗簾工作方面的公信令 第三,削弱社區關係署的工作成效 因為本來應該用作更多機構和個人提供窗簾教育 和爭取更多公眾支持肅貪窗簾工作的公帑 花費在奢華的公務籌作貴贈和過多的外訪上 現在我就講,關於用在社區關係署工作上的公帑 委員會對以下情況表示震驚和強烈不滿 和認為不可接受 廉署在上一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任內 將本來應該由社區關係署 用在本港推行窗簾教育 爭取公眾支持肅貪窗簾的公帑 用在公務籌作貴贈和外訪上 我現在會進一步展示在上一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任內 這三個範圍範圍發現的不足之處和違規情況 委員會認為有關當局對下述情況是難辭其咎並予以譴責 廉署未有實施足夠的制衡措施 確保在上一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在任期間 以最恰當、節約、有效和具效率的方式 處理公務籌作、離港外訪和貴贈 我會進一步展示在這三方面不足之處和違規情況 關於公務籌作處理、委員會知識 連署社區關係署繼續沒有將分開購買餐酒和烈酒 涉及的費用更計入舉辦的現請開支 儘管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繼於社區關係署決定 不將上一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 在2007年9月18日所設晚現場的餐酒和茅台酒費用 納入該餐宴的開支帳目 廉政廉署行政總部在2008年6月推出廉署表格第569日 這份表格的主要目的是便利廉署人員 遵從政府的公務籌作指引 即將分開購買的餐酒和烈酒費用 納入餐宴的總開支內以便監控 第二,廉政公署常規有關籌作開支的部分 在2009年7月作出修訂 這些經修訂的常規定名人均籌作開支 應該包括食物、飲品和消費 關於外訪 關於離港外訪的處理 委員會知識廉政專員離港外訪需要得到行政長官批准 但是上一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提交申請給行政長官批准之前 沒有將與接待單位確定詳細行程 此舉令它可以更改按外訪計劃 包括在行政長官不知情的情況下 任意加插觀光活動和增加操訪地點 其中一個例子是2009年前往北京和雲南外訪 湯先生向行政長官提交的申請 沒有包括到訪黎江 而那次造訪主要涉及到景點遊覽 關於貴贈的處理 委員會知識廉政自1996年起已經制定政策 將公務場合互贈禮物的情況減至最少 如果無可避免要在某個場合互贈禮物 則必須是機構間互為送贈 這個政策期後納入廉政公署常規 有關接受利益的部分 委員會知識部分經常任廉政專員 湯顯明先生批核的存儲禮物 例如牛腩、魚蛋 根本不可稱為存儲禮物 另外有一些存儲禮物 例如圍根和相機 是屬於個人物品 或者是一些相當昂貴的物品 另外其他 關於公務籌作 委員會也對下述情況表示極度遺憾 和認為有關當局難遲其咎 社區關係處一如既往 沒有將分開購買餐酒和列酒涉及的費用 納入餐宴總開之內 根據公然漏視廉政公署常規的相關規定 正如我剛才已經說過 委員會對這個情況表示極度遺憾 和認為有關當局難遲其咎 情況如下 廉署行政總部沒有肩負起審慎運用公帑的把關角色 因為他們沒有確保社區關係處遵循相關的廉政公署常規 和政府規則和規例的規定 由於市民對廉政專員的措手有很高期望 委員會認為上一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 難遲其咎及於意譴責 原因是他對以下規定缺乏認識或完全漠視 一、分開購買餐酒和列酒所接的費用 須繼入餐宴開支內 以及禮物應送給機構而不是個人 亦都要將這個情況減至最少 避免招致招攬利益的批評 和出現不必要互贈禮物的情況 委員會亦對下述情況表示震驚和強烈不滿 和認為不可接受 湯以明先生出任廉政專員期間 他所設或出席的許多公務籌作 都以茅台酒款額或飲用茅台酒 不單只增加餐宴的費用 出席人員在酒精影響下 更可能洩露廉主的公務 而這些公務或屬於需保密的性質 委員會認為廉主作為執法機構 在公務籌作以茅台酒款額是不適當 未來路向方面 為了避免報告書內指出的不足之處 和違規情況再度出現 委員會促請廉主 第一,實施更多制衡措施 確保以最恰當、節約、有效和具效率的方式 運用工廠 第二,採取步驟 確保廉主人員在處理公務籌作 離港外訪和歸正上 不會意圖規避或違反廉主的規管制度和程序 以迎合上司的意願和念頭 關於社區關係處的工作 委員會促請該處 要更多利用大眾傳媒和網絡、平台 宣揚、連結訊息之餘 亦要面對面接觸社會各階層 及市民大眾以達致相同效果的工作 方面都不應該鬆懈 因為廉署一直承認 面對面接觸是宣揚反貪訊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最後,主席我衷心感謝委員會各個委員作的貢獻 我們亦感謝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 此外,我亦對審計處處長和他的同事 給我們的有力支援 我對他們深表謝意 多謝主席 一個熱誌 explanation 指揮 裡面、地點和擁機 是失策的 對付 Bob化 腫綺 所以這 beca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